11月26日 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 远望7号船缓缓地驶离了中国卫星海上测控码头 开往太平洋执行海上测控任务 中国远望系列航天远洋测量船 主要负责火箭、卫星、飞船等各类航天器的海上跟踪测控任务 而远望7号是该系列中最新一代 2018年10月 他刚刚完成了两次北斗3号工程卫星和摇杆32号01组卫星海上测控任务 此番是他一年内第三次远赴大洋进行航天测控 副船长鲁新龙介绍 此次出航面临着航度时间长 气象海况恶劣 设备问题一发高发等困难 因此为了顺利完成此次任务 船上的工作人员们提前一个多月便开始准备 目前我们的任务文书方案都已经齐套 船内的任务文书方案已经完成了初稿的拟制 出航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加强设备的检修维护 以及组织实施好各类的连条演练 包括应急方案的演练 提高人气结合的水平 据了解此次随船出航的除了许多远洋测控经验丰富的老手们 更有刚刚大学毕业第一次坐船的新人 还有年纪轻轻就坐进了驾驶舱的女舵手 长这么大第一次上船也是特别的兴奋 也是特别有点紧张 这次执行这两个测控任务我们很有信心 据悉远望7号此次出航将历时约两个月 按计划执行两项航天测控任务